自国民党云宁县提名人张立善退选之后 现在在云宁县的提名一度难产 不过八天来锁定人选是一遍再遍兜了一圈之后 现在又由马英九总统鼠疫 派系色彩最淡的云宁科技大学总务长吴威志 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那么昨天晚间吴威志接受了采访的时候说 党中央还没有来告知他 不过他也强调说如果是党内需要他的话 他也将会全力以赴 他有信心来改变云林 那么根据了解呢 马总统跟主席吴伯雄 已经是先后约见了吴威志了 那么他也将会代表国民党 跟现任的县长苏志芬来做对决 好 另外